這是真人的解剖 只有這個人 有一些地方有把金做出來 基本上白色的部分 白色的部分就是金 這些地方 這裡 你們腋下的金就是這邊 這邊 有沒有 腿上的金 這邊的他把它拆解開了 每一條肌肉束 旁邊都有一個肌膜 跟關節相接的是肌腱 是不是 在肌肉束的旁邊都有肌膜 相連連接過 這些都是我們講的筋 這些 要有沒有動 所以肌肉是什麼 對西方來講 這塊肌肉 比方講胸大肌就是一塊胸大肌了 是不是這樣子 對我們來講 不是 因為對我們來講 胸大肌裡面 你看他這邊做得很清楚 他有好多肌肉束 所以當我的肩膀 我的手臂走到不同的方向的時候 這個胸大肌裡面 不同的肌肉束 它連接的方向就變了 就變了嘛 是不是這樣子 所以我有一些動作延展出去的時候 它不是用到整個胸大肌的 它不是用到整個胸大肌 像現在這個 我如果這個力量 這個力量往前走的時候 它延伸出去的胸大肌是上面的這一條 有沒有 這條就到胸 就到胸骨去了 是不是 所以我的關節 我的手臂的肩關節 在不同的角度延伸的時候 它牽引的肌肉束就不一樣 它帶出來的方向就不一樣 每一塊大肌肉 你看這是胸大肌肉 背上面的一樣 每一塊肌肉都是由很多的肌肉束形成 腰是最厲害的 因為腰有很多不同方向的肌肉束 所以當我們的腰往不同的方向走的時候 我的腰往這邊跟我的腰往這邊 我的腰往這樣走 我的腰往這樣走 它牽引出來的肌肉束是不一樣的 這樣有沒有懂 我使用到的不是整個腰肌 我使用到的是這個腰肌裡面的那一條肌肉束 所以它才有方向性 它是少數的 你看手上面的 手上是最多的 每一根手指頭 每一根手指頭 都一根筋 走到手肘關 都有一個走到走去 而神經跟血管都是跟著它走的 你看它分解出來就是一條一條的 這樣有沒有懂 所以我們使用的是這個 所以我們用伸展的方式來用這個肌肉 就會有這種 一塊肌肉裡面不同的肌肉束 牽引出不同的方向 不同的連結 可是你如果是肌肉的觀念的時候 你是肌肉的觀念 你在用這個肌肉 它肌肉就收縮 它就是一整塊的 這樣有沒有懂 所以它就沒有方向性 那像這個動作 因為它把這塊肌肉 這塊肌肉把它分開了 實際上它沒有分開的話 當我們這個動作拉出來的時候 我們這個動作拉出來的時候 你鬆掉它產生的一個連結 從這邊 從這邊下來到這邊 是不是 所以你的伸展 我的伸展 我的手臂是這樣的伸展 跟我的手臂是這樣的伸展 它的連結是不一樣的 這樣懂嗎 所以當我們在這邊 肩膀鬆掉的時候 當我們的肩膀鬆掉的時候 用手肘帶 當我們在轉動的時候 你看轉動 不同的角度在轉動的時候 這邊的角度變了 是不是 它在牽引裡面的肌肉素 在變化 在變化 所以它不是用同一塊肌肉在動 它是一塊肌肉裡面 不同的肌肉素 在那邊做不同的組合 在那邊做不同的組合 這是用筋的觀念跟用肌肉的觀念的差別 然後 那我們是在使用的時候 就是要盡量控制 在你想動的肌肉素 動就好 其他肌肉素就是不要 所以對八卦拳來講 或者太極拳來講 這些拳來講 為什麼姿勢那麼重要 因為我的手放在這裡 我的手放在這裡 鬆掉 出去 它連結到的那個肌肉素 跟我的手放在這裡 變了 我的手在這裡 跟我的手在這裡 變了 就是這樣子 所以對這些拳來講 姿勢非常重要 那個關節的腳 角度要非常準 所以這些拳在一開始教的時候 他修正姿勢要花很多的時間 他不可以隨便 所以你們打這個拳 我這個手 這個手出去 我這個手砸 砸下來 我是這樣子砸下來 還是這樣子砸下來 還是這樣子砸下來 它是不一樣的 是這樣子 所以我的手應該是 這樣子砸下來 你就要這樣子砸下來 你就不可以練成這樣子砸 找到嗎 就這樣 你說有什麼差別 我能打到人就好 不對 不對 我們不是這樣砸 對 對 我們不是這樣砸 這樣砸 要不懂 你放到這個位置 對 你放在這個位置 在這個位置 在這裏 鬆掉 位置對了 當我的身體一轉的時候 當我身體一轉的時候 你看那個筋 身體上的筋連結到手臂去了 是不是 連結到手臂去了 它走的方向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我如果手在這裡 可是我的身體要往下走 那個連結就錯了 我如果手在這裡 我的身體必須要這樣走 它們之間才會產生連結 所以橫履就是橫履 斜履就是斜履 都不可以錯 好了嗎 這就是跟我們身體的牽引是有關係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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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